279 大公報 前教署今年將拼240人 2015年7月18日港文A17 大公報信 記者將月期報導 前教署今年將招拼240名二級懲教助理 昨日起至本月30日接受報名 授拼學員將需要在赤柱職員訓練院 接受為期23星期的訓練 包括太極康存防禦技巧全套狗式 以防範疇反襲擊及人員敵倒 處方指去年有超過7000人認證 最後有280人符合要求 落選者主要是體力差 未能達標 引入太極康存防禦技巧訓練程教署今年要填補人手的自然流失 申請人只要完成中午學歷及符合與民能力要求便可申請 起身點為17045至18060元 呈教署職員訓練院處理院長曾鎮華表示 約立法會通過公務員加新方案 起身點可升至最低17700元 前教署說去年招聘給人了7072名人士報名 聘請約280人 即每100人當中僅4人考度 獲聘學員中一半為中五及中七畢業生 百分之三十是副學士 如下百分之二十則是大學程度或以上 曾鎮鎮華說 學歷非授聘最主要考慮因素 大部分投考人士反而敗在體能測試一環 其次是未留意時事發展 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 應考前多鍛鍊體能 為提高懲教人員防禦能力及化解囚犯攻擊 懲教署今年3月起引入太極康存防衛法 全套狗式並安排新入職職員及現職人員學習 現時已教了10班約300人完成訓練 高級懲教主任皇后文子太極容易學習 又可者力打力 為職員提供多一種智慧選擇 而狗式防衛法主要由熟悉太極的戰術訓練組隊員研發 融合了太極的基本招數 與運手及判手等 他又說 近年不時有公職人員意外跌倒 為免他們在跌倒時受傷 狗式中疫妾有防滴術 自2004年便加入懲教署的異級懲教助理陳美玲 現時於警惠犬隊效力 他說 中七畢業後便開始找尋工作 由於至少便喜歡制服團體 故當時便嘗試投考懲教署 加入懲教署 尤其進入了警惠犬隊後 他個人有很大改變 與狗直合作 他們不懂說話 好多時要留意他們的動作 因此我比以前細心 而且更會留意身邊細節 投考二級情教助理者 須先通過體能測驗 考驗項目包括養尾坐 穿梭跑 苦餐取放 立地向上跳及800米跑 同時亦要通過小組面試 能力傾向測試 基本法測試 及最後面試 獲聘後須在赤柱職員訓練院接受為期23星期的訓練 才可正式成為二級情教助理 除了 挑戰 g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